他的法條裡面還有一項 他說軍法官還可以再轉任律師司法官 到現在還沒有在幹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法律 可以問一下關於學生 輔導 以你們專業來講 造成這些學生這些問題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大哥有一個新聞 大哥新聞的問題是 學生輔導有什麼樣的狀況 對 像出現什麼政潔 比如說亂殺人 或是霸凌 他會出現這些東西 到底原因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是某些原因 大哥你這個問題真的 大哉問 他已經涉及了所有的教育 因為坦白講 我是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沒有找到原因 你在輔導 你沒什麼用 他家庭是不是有什麼 那個 正潔這個東西 有的人 他出二帶什麼東西 他還去辦什麼 正潔這問題有點麻煩 因為事實上 他是一個 我必須說 正潔的這個問題 是一個 非常難以 就是回答的問題 你要我在五分二講完 我還都不可能 我懷疑五年內應該會有專門的論文跟書籍出版才對 因為他的問題是 您問到一個是 我們在所有在第一線教育都在問 啊這怎麼回事 啊怎麼會這個樣子 東海大學的教育都在問 怎麼會這個樣子 尤其輔導他的教育都在問 怎麼搞的啊 輔導紀錄掉出來喔 都OK喔 所以剛剛那個大跟我說嘛 那個 啊這個 他有沒有騙人啊 啊他不用沒救了嗎 對 我可不可以提一個解釋 就是從心理學長上看啊 就是一定比例的人啊 就是會好無兩知嗎 你不能說 啊這個社會造成他的難 可是他可能天生 大家都有先天跟後天的因素 可是他先天在性格上就有 跟一般所謂的正常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能用正常人的成長逆程 或是心理發展的意思看 誒 是不是因為我們教育會有什麼問題啊 或者是家庭的過溫啊 可是有些人就是 之前你看為什麼 叫做百分之四的人 毫無兩知嗎 他就提到說 有些比例的人就是 跟正常人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除了毫無兩知之外 他通常非常善於回裝自己 成為正常人 他會去學習正常的活動 那這聽起來很恐怖說 會不會我們身邊藏了一些東西啊 就是這樣 這種人就是很少出現 你看台灣那麼久 就有一個正題 對啊 其實有時候 你要用制度面 或者是人格面 去解釋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出現 其實是很難講的 對 有點像是 啊 我不然踩到公司 這是什麼 就是運氣太差嘛 對 我覺得 可以用這種方式這樣 你不用擔心說 啊 會不會一天到晚 又生產一些別的正確出來 所以有時候就是 突然之間產生了一個 機率上會產生了一個點數 對 剛剛那個工業大哥很有像 另外一個大哥 對 另外一個大哥 對 另外一個大哥 對 現在想說 他是說 法律的通俗 沒有正義 你現在就是說 是通俗文法的問題 我來看法是什麼 是正式的問題 對 對 對 這個政治齁 因為這個 金法官會跑到 一般的民法界 這很早成績了 而且他們是做院長 這個都一定的事情 對 軍方的軍人 他可以轉到 軍人幹證 他可以轉到工工人 對 對 事故以來都有 對 對 對 這個都是正式的問題 不是民俗風俗的問題 對 不是 那個 您誤會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正義這個東西 最早開始 對 事實上 是最早 所以我說 現代 事實上我們在倫理學 都講的民俗 事實上各位 ethica 這個字是拉丁文 他就後來ethics 他來自西亞文ethos 是什麼呢 就是 風俗習慣 所以我們所有的倫理正義 一開始是風俗 這是論理我同意 但是用信念這種現象是正義 是政治的問題 對 後面的部分是政治 對 是不是很透明 後面的部分 我承認跟政治 那種關係有關 OK 政治的後面是不透明 每一件事情都不透明 你沒有自想 好像人家把周圍好像在找回來 哈哈哈哈 因為他才在幫你專家 因為像你們說 薪水不公平 這個也是不透明 然後為什麼說是 那個薪水不公平 其實不是不透明 我先講 薪水 薪水透明 但是很大塊的 是更不透明的東西 在於自身性的不透明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薪水喔 我先講 中華民國的教育 在薪水的決策上 從頭到尾都是公平的 都是 那應該都不是透明 他從頭到尾都透明的 就是 這個我認同 但是有一大塊東西 黑暗的手 讓你這表面上是公平的 但是黑暗的手 讓你這制度不公平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了解你意思 OK 等一下 那是 可以問問你喔 沒有比較想問